民述记 使他们与你联合 服侍你 只是你和你的儿子 要一同在法规的账目前供职 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 并守全账目 只是不可挨尽圣所的器具和谈 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 他们要与你联合 也要看守会幕 办理账目一切的事 只是外人不可挨尽你们 你们要看守圣所和谈 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 我已将你们的弟兄立位人 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 是给你们为赏赐的 为要办理会幕的事 你和你的儿子 要为一切属谈和曼子内的事 一同守祭司的职任 你们要这样供职 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 侍奉我 凡哀尽的外人 必被致死 耶和华小裕亚伦说 我已将归我的举计 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 交给你精管 因你受过高 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 当作永得的份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贡物 就是一切的宿祭 赎罪祭 赎千祭 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 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 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 凡南丁都可以吃 你当以此物为上 以色列人所献的举计并摇计 都是你的 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 当作永得的份 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 凡油中 心酒中 五谷中治好的 就是以色列人 所献给耶和华初熟之物 我都赐给你 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 给耶和华初熟之物 也都要归于你 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 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于你 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 连人带牲畜 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 只是人投生的总要熟出来 不洁净牲畜投生的也要熟出来 其中在一月之外 所当熟的 要照你所孤定的架 按上锁的瓶 用银子五色克勒熟出来 只是投生的牛 或是投生的绵羊和山羊 必不可熟 都是圣的 要把他的血洒在坛上 把他的汁油焚烧 当作新香的伙计 献给耶和华 他的肉必归你 像被摇的胸 被举的右腿归你一样 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计 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 当作永得的饭 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 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 不可有产业 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 我就是你的份 是你的产业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 我以赐给立位的子孙为业 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 所以赐给他们 为筹他们的牢 从今以后 以色列人不可挨尽会幕 免得他们担罪而死 唯独立位人要办会幕的事 担当罪孽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他们在以色列人中 不可有产业 因为以色列人中 出产的十分之一 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计的 我以赐给立位人为业 所以我对他们说 在以色列人中 不可有产业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小于立位人说 你们从以色列人中 所取的十分之一 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 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 取十分之一 作为举计献给耶和华 这举计 要算为你们肠上的骨 又如满酒诈的酒 这样 你们从以色列人中 所得的十分之一 也要做举计献给耶和华 从这十分之一中 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计 归给祭司亚伦 放给你们的一切礼物 要从其中将制好的 就是分别为上的 献给耶和华为举计 所以你要对立位人说 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 这就算为你们肠上的粮 又如酒诈的酒 你们和你们家属随处可以吃 这原是你们的赏赐 是愁你们在会墓里办事的牢 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 就不致因这物担罪 你们不可亵測以色列人的圣物 免得死亡 民数记 第十九章 耶和华小域摩西亚伦说 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 乃是这样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一只没有残疾 未曾富恶 纯红的母牛 牵到你这里来 交给祭司以利亚撒 他必牵到营外 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 祭司以利亚撒 要用指头 沾这牛的血 向会墓前面谈七次 人要在他眼前 把这母牛焚烧 牛的皮 肉 血 粪 都要焚烧 祭司要把香柏木 牛西草 珠红色馅 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可以进营 烧牛的人 必不洁净到晚上 也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必有一个洁净的人 收起母牛的灰 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 为以色列会众 调作除污秽的水 这本是除罪的 收起母牛灰的人 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洗衣服 这要给以色列人 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作为永远的定力 摸了人死尸的 就必七天不洁净 那人到第三天 要用这除污秽的水 洁净自己 第七天就洁净了 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 第七天就不洁净了 反摸了人死尸 不洁净自己的 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木 这人必从以色列中 剪除 因为那除污秽的水 没有洒在他身上 他就为不洁净 污秽还在他身上 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 乃是这样 凡进那帐篷的 和一切在帐篷里的 都必七天不洁净 凡尝口的器皿 就是没有扎上盖的 也是不洁净 无论何人在田野里 摸了被刀杀的 或是尸首 或是人的骨头 或是坟墓 就要七天不洁净 要为这不洁净的人 拿些烧成的除罪灰 放在器皿里 倒上活水 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 拿牛西草 站在这水中 把水洒在帐篷上 和一切器皿 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 又撒在摸了骨头 或摸了被杀的 或摸了自死的 或摸了坟墓的 那人身上 第三天和第七天 洁净的人 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 第七天 就使他成为洁净 那人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到晚上就洁净了 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 要将它从汽中剪除 因为它玷污了耶和华的圣索 除污秽的水 没有洒在他身上 它是不洁净的 这要给你们 作为永远的定力 并且那洒除污秽水的人 要洗衣服 反摸除污秽水的 必不洁净到晚上 不洁净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 摸了这物的人 必不洁净到晚上 民述记 第二十章 正月间 以色列全汇众到了寻的旷野 就住在加迪斯 米利安死在那里 就葬在那里 汇众没有水喝 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 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 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 领到这旷野 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 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 这地方不好洒种 也没有无花果树 葡萄树 石榴树 有没有水喝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 到会幕门口 伏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小遇摩西说 你拿着仗去 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 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 水就从磐石流出 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从耶和华面前取了仗去 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 摩西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 用仗击打磐石两下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 尽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这水名叫米利巴水 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 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上 摩西从加迪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 说 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 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 我们在埃及久住 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 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 他听了我们的声音 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这事你都知道 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迪斯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丽的水 只走大道 不偏左右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以东王说 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 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 以色列人说 我们要走大道上去 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 必给你价值 不求别的 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 以东王说 你们不可经过 就率领许多人出来 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 这样 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 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 以色列全会众从加迪斯起行 到了荷尔山 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荷尔山上 小玉摩西亚伦说 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因为在米利巴水 你们违背了我的命 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利亚撒上荷尔山 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 亚伦必死在那里 归他列祖 归他列祖 民述记 第21章 驻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 就和以色列人争战 卤了他们几个人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 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 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 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 把迦南人交付他们 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 进行毁灭 那地方的名便叫荷尔玛 他们从荷尔山起行 往红海那条路走 要绕过以东地 百姓因这路难行 心中甚是烦躁 就愿读神和摩西 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这里没有粮 没有水 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于是 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蛇就咬他们 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 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 求你祷告耶和华 叫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 反被咬的 遗忘这蛇就必得火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 反被蛇咬的 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以色列人起行 安营在阿伯 又从阿伯起行 安营在以耶亚巴林 与摩亚相对的旷野 向日出之地 从那里起行 安营在撒列古 从那里起行 安营在亚嫩河那边 这亚嫩河是在旷野 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 原来亚嫩河是摩亚的边界 在摩亚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 所以耶和华的战迹上说 苏法的瓦哈勃 与亚嫩河的谷 并向亚尔城中谷的下坡 是靠近摩亚的境界 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 到了比尔 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招聚百姓 我好给他们水喝 说的就是这井 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 井啊涌上水来 你们要向这井歌唱 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 用归用杖所挖所掘的 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塔拿去 从马塔拿到拿哈列 从拿哈列到巴默 从巴默到摩亚地的谷 又到那下望旷野之皮斯加的山顶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 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洪 说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直走大道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西洪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 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 要攻击以色列人 到了雅杂 与以色列人征战 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 得了他的地 从亚嫩河到亚伯河 直到亚门人的境界 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尖累 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 也住亚摩利人的诚意 就是西石本与西石本的一切乡村 这西石本是亚摩利王西洪的京城 西洪曾与摩亚的先王征战 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 直到亚门河 所以那些做诗歌的说 你们来到西石本 愿西洪的城被修造被建立 因为有火从西石本发出 有火焰出于西洪的城 烧尽摩亚的亚尔 和亚门河秋潭的祭祀 摩亚呀 你有祸了 基摩的民啊 你们灭亡了 基摩的男子逃奔 女子贝鲁 交付亚摩利的王西洪 我们设了他们 西石本直到敌本 尽皆毁灭 我们使地变成荒场 直到挪法 这挪法直言到谜底巴 这样 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 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亚谢 以色列人就占了亚谢的正式 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 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 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 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不要怕他 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 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 你要带他像从前 带住西石本的亚摩利王西洪一般 于是 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 并他的众民 没有留下一个 就得了他的地 民数记 第二十二章 以色列人起行 在摩亚平原 约旦河东 对着耶利哥安营 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 所行的一切事 西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 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 就大大惧怕 心内忧急 对米店的长老说 现在这众人 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 一概舔尽 就如牛舔尽 田间的草一般 那时西波的儿子巴勒 做摩亚王 他差遣使者 往大河边的皮夺去 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 照巴兰来说 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 遮满地面 与我对居 这民比我强上 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得上 攻打他们 赶出此地 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 谁就得福 你咒诅谁 谁就受咒诅 摩亚的长老和米店的长老 手里拿着挂金 来到巴兰那里 讲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 巴兰说 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我必照耶和华 所小于我的回报你们 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 神临到巴兰那里说 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 巴兰回答说 是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 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 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 你来为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与他们争战 把他们赶出去 神对巴兰说 你不可同他们去 也不可咒诅那民 因为那民是蒙福的 巴兰早晨起来 对巴勒的使臣说 你们回本地去吧 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 摩亚的使臣就起来 回巴勒那里去 说 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 巴勒又拆遣使臣 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 他们到了巴兰那里 对他说 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 求你不容什么事 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 你向我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 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行大事小事 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 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 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 这些人若来召你 你就起来同他们去 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巴兰早晨起来 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 神因他去就发了怒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 他骑着驴 有两个仆人跟随他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就从路上跨进田间 巴兰便打驴 要叫他回转上路 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 这边有墙 那边也有墙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 将巴兰的脚挤伤了 巴兰又打驴 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 站在狭窄之处 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 巴兰发怒 用仗打驴 耶和华叫驴开口 对巴兰说 我向你行了什么 你竟打我这三次呢 巴兰对驴说 因为你戏弄我 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 驴对巴兰说 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 我素常向你这样行过吗 巴兰说 没有 当时 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 我出来抵挡你 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 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 驴若没有偏过去 我早把你杀了 留他存活 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有罪了 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 你若不喜欢我去 我就转回 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 你同这些人去吧 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 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 巴勒听见巴兰来了 就往摩亚京城去迎接他 这城是在边界上 在亚嫩河旁 巴勒对巴兰说 我不是急急地打发人到你那里去照你吗 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 巴兰说 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 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 神将什么话传给我 我就说什么 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湖所 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 到了早晨 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 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